大家好,这里是PTE Study,真题讲解,Retail Lecture部分,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内容呢,是宇宙文明,这篇文章呢,其实我们在SST中已经讲过将近两次了,所以说呢,这里呢,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讲解,只是大概说一遍,过一遍内容就可以了,我们先从第一段第一句开始看,第一句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文明多久发生过一次, 文明多久发生一次,并且呢,当我们看到一些星星,适合于文明去发展的星星,每年有多少的星星会出现呢,大概有七颗,但是有的星星不是太冷了,就是太热了,可能只有20%呢,可以被认为是适合文明发展的,我们都知道呢,这里有许多的因素,会影响动物和物种的生存和繁衍, 接下来他举了很多例子,具体这些例子呢,我就不读了,我们再接着往下看,下面又说到了动物呢,它们迁徙,迁徙为了找新的 气息地,因为呢,环境变化,并且呢,只有能够忍受新环境的物种呢,它们可以生存和繁衍, 而人类呢,它们是唯一的一个生物,那就是可以使用科技去扩大它们对自然的忍受范围。 以上呢,就这篇Retial Lecture的一个主要内容,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参考答案。 参考答案在这里,现在呢,大家可以自己练习一下参考答案,练习结束之后呢,我们这篇Retial Lecture就结束了,好了,谢谢大家。